大家好,我是航行者福星 今天为大家简单地描述一下咱们的地球 所在的银河系诞生和演化的过程 那么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正常吧 在银河系的演化过程中 最早的事件之一是宇宙大爆炸的发生 这在约138亿年前发生 在大爆炸后,宇宙中开始形成了星星 败等基本形成 这些元素通过引力作用逐渐聚集形成了原始星 原始星系中含有大量气体和尘埃 这些物质最终形成了恒星和星 大约120亿年前,银河系开始 并逐渐演化成为今天我们所属于的演化 在银河系的演化过程中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星系内的恒星形成和演化 恒星的形成始于银河系的方式 当时的银河系中含有大量气体和尘埃 这些物质在引力作用下逐渐进行形成了星 星云中的物质开始旋转 并逐渐形成了不同大小和质量的星团 这些星团中的气体和尘埃 逐渐凝缩成为恒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恒星的形态和结构不断演化 包括恒星的核聚变 演化到红聚星 白矮星和中子星等不同的阶段 除了恒星的形成和演化 银河系内还存在着大量的星际介质和星星 星际介质包括气体 尘埃 星际云等物质 它们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 也是宇宙化学的实验室 星星则是恒星系中的行星云 它们的形成和演化 也是银河系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组织 在银河系演化过程中 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现象 例如超星星爆发 星际合并 推动形成等等 科学现象对银河系的演化和结构产生了重要的理由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